商场内多件物品莫名被盗 商场商铺安防森严 小偷究竟如何作案 犯罪嫌疑人能不能落网 客气之光即将播出莫名丢失的物品 2015年1月2日 小张像往常一样迎接买衣服的客人 而就在这时 小张突然听到门口的防盗门静响了 出门的时候 第一时间赶过去 外面人特别多 根本看不见是哪个身影 我不可能随便转意人 店铺内的防盗门静响起 一般是因为没有结账而带走物品 或者是防盗门静坏掉了 此时正是元旦放假 商场内的人很多 小张也不能确定是丢了东西 还是门静坏了 为了保险起见 小张开始清点店铺内的货物 他仔细查看着每件物品摆放的位置 而走到放包的位置时 这引起了他的注意 当时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个包 然后因为是我调的那个东西 然后在那块 然后我去身材查了一下那个包 然后没有销售的记录 对于包为何没有了 小张不能确定是有人买走了还是丢了 此时他只能和自己的同事查看库房和查询电脑买卖记录 希望通过这些方法了解到这个包在哪里 印象特别深的就是这个包 查记录有两个 这款包包我们家有两个 但是我寻查和库房都找了 就发现一个 在经过反复的查找后 他们仍旧没有查到丢失包的任何信息 很确定那个包肯定是丢了 在确定这款黑白色的包的确是被偷后 他很快拨打了报警电话 在了解到商场内丢失物品的情况后 西红门派出所的民警迅速到商铺内进行调查 民警目前虽然了解到了事情的经过 但没有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 无法直接锁定犯罪嫌疑人 为了找到更多的线索 民警决定到邻近的商铺进行调查 而在接下来的调查中 民警发现了更多的问题 在整个案件的调查中民警分析 这些犯罪嫌疑人应该是流动作案 而且动作迅速 不亦被店内的服务人员发现 在接下来的走法中 一家商铺的摄像头 记录下来的画面 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调查商场监控录像 对这个案发期间 对里面的人员进行分析 分析发现里面有三个妇女 这三个妇女的形迹比较可疑 并且在这个店里面没有购物 但是出去的时候 是拿着物品出去的 初步咱们判断就是这个 三名妇女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这是店内一个摄像头拍下的画面 一名画着绿色包的中年妇女 进入店内 走到门口物品前 她开始左顾右盼 观察了一下周围情况 这名妇女在观察时期成熟后 她拿起几个物品 很快塞进了包中 从目前来看 拿了两盒这种东西 这是什么 也是面膜 两盒面膜 她放在兜子里 袋子里 然后她看她又拿了两盒 在拿了一些面膜后 她走进旁边的货架 她开始左顾右盼 观察了一下周围情况 又拿起了几个物品 一转身 物品不见了 而后走到店里面 在看了几件成人的上衣后 她拿起了一些黑色的上衣 而这时 店内的服务人员 收益员 都在接待顾客 根本没有发现 再次缓顾四周后 拿起衣服 绕着店内走一圈 然后走了出去 然后这儿拿了两个 然后这儿拿了一条裤子 然后绕了一圈 在这家店内 另一个摄像头 同时拍下了小偷偷弃的过程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一名周老年父母进入店内 再翻开了两套铜装后 走到里面拿几套铜装 再观察了一下周围的情况后 把衣服放到胳膊上 堂而皇之地走了 不注意的情况下 直接就走了 这也没结账 他们走的时间呢 也大概其相同 都是在这里店里逛了一分钟左右走的 所以初步端定这三个人是团伙做案 嫌疑人进来之后 他奔着他自己那个喜欢的商品肯定是 然后去了之后 看了看 然后呢 只是大概其看了看 也没有特别明显的看商品 然后呢 他就左顾右盼 看四周有没有人 这一点呢 就和咱们平常人不一样 咱们主要是看商品性质和价格这一块 他呢 主要是看周围的人 然后呢 趁别人不注意 把那东西呀 塞在自己的包里头 然后 就是走出去 在经过排查和分析后 警方锁定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 根据经验 民警判断三名嫌疑人 很可能还会继续寻找作案目标 于是警方安排好侦破工作 通过调取相关的录像 就是锁定了嫌疑人 锁定嫌疑人以后呢 我们就立即就是兵分两路 一路民警呢 调取监控录像 对这个嫌疑人的轨迹性追踪 看了从什么位置到什么位置 调取内容组组人员呢 就是什么呢 就对这个商场里的人员啊 进行查找 一路民警进入商铺内 进行监控画面取证 另一路民警 办成逛商场的人 在商场内寻找犯罪目标 果然 民警在案发地周围 发现了三名女子 而且她们刚刚报解得手 有一组便衣的在我们商场里转 然后发现了这三个嫌疑人 三个嫌疑人当时呢 有两个 发现了两个 其中一个呢 已经逃走了 抓了的时候啊 她当时不再转 不再转 但是她这个包里面 有大量的这些东西 因为我们的事先 对这嫌疑人的体谋通证 已经锁定了 锁定了完了以后 从那包里面发现这些 大量的物品的时候 她说明不了来源 也没有购物的凭证 在抓到嫌疑人后 警方从该住所 查到衣服包等物品 而这其中 就有小张所说的 那个黑白色的包 从她身上搜出来的东西 然后比对 然后再跟那个店里面联系 这些店里面才发现 自己终于原来被盗了 商铺的被盗物品找回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更让商家吃惊的是 警方从接警到抓到嫌疑人 一共用了一个多小时 而当警方根据 所丢失物品找到商家时 很多商家并不知道 自己家的物品丢了 那会儿我们正在店里面 然后收拾货 忽然然后商场的安保人员 过来说通知我们 去派出所一趟 认一下我们所被盗的商品 然后我们就一起去派出所 才发现丢的这些商品 之前是不知道的 每家店铺都有一定的防盗监控和防盗系统 有的商铺竟然一下丢了七件物品 而这时店内的服务人员并没有发现 这让警方感到很吃惊 他很快分析了作案人的手法 这个三门妇女呢是一家子 这个岁数大了呢是母亲 完了以后呢一个是她的女儿啊 一个是她的儿媳妇 这三个是一家子 这三个人呢就是 呃出来偷东西的时候 三名是配合的比较好 因为一家子配合的也比较默契 就是其中一个人去挑衣服 那个人呢去挑其他地方的衣服 就是说有两个人去吸引这个 咱们营业员的这个注意力 然后第三个人在这个趁机 趁这个咱们营业员不注意的时候 盗取店内的物品 小偷虽然组织严密 手法熟练 但最终没有逃过民警的抓捕 偷到的衣物虽然最终被找回 但这也给我们一个解释 平时咱们这个营业人员 一定得分布明确 店里面应该分布明确 就是有导购的 应该还有注意防损的 在人流年龄那大的时候 也不要把经理全集中在 就是说这个买卖东西 一定也对自身的防范也得加强 另外就是加强咱们这个计防设备 监控啊 报警门口的报警器啊 这些都得有 这样就是这些 如果说人防计防都去做全了以后 对这个防损和防盗啊 起很大的作用 那除了店铺 对于喜欢逛街 尤其是节假日人多的时候 我们自己如何做好防盗工作呢 游客这会儿就是说 随从物品一定得注意 尽量的外衣口袋里 不要放这个钱包啊 手机啊 容易被盗的物品 规重物品尽量是 放在在内衣口袋里面 随身贴放 或者是平时啊 多自己多留意 另外在试衣服啊 或者是付款的时候啊 一定要随 将这个规重物品 或者随身携带的物品啊 放在自己事件范围之内 放在自己事件范围之内